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人非常好 结果他在动手之前 被三件事情困扰 就是他在割掉自己尾巴之前 他有三件事情 他困扰住 他第一他想 砍掉尾巴会很痛的 第二 砍掉了身体尾巴之后 我的身体会不会跟过去一样呢 还会灵活吗 第三 活了这么久 一直和这个尾巴在一起 我们不忍心 这个猴子说 我不忍心把它抛弃掉 所以猴子到今天 还没有变成人呢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人要成佛 要改掉身上的坏习气 就犹如要割掉自己身上的裂根性的尾巴一样啊 我们人也被三件事情所困惑 所迷惑呀 我们人想学佛 首先想 我们改变自己会很痛苦的 第二 想一想 改变之后 我们会被人家欺负 生活当中会有很多风险呢 第三 我不忍心 抛弃我这个 跟了我几十年的习惯 不管它是好是坏 因为它跟了我几十年了 所以 人要想改变自己 非常的非常的困难 台长告诉大家 想成就佛 想成为人间未来的佛 就必须舍弃人间自私的利益 来改变自己 或许在改变当中 我们会痛苦一阵子 但是记住 如果你不改变 可能会让你痛苦一辈子